那我个人的习惯 我当年开始讲脱口秀 就是因为觉得工作之外 我有个习惯 还有个出口 然后发现杭州 大概在疫情之后 脱口秀这两年发展非常快 有11家俱乐部现在 哇靠很多 杭州人口多少 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大概1700万吧 我记得 就其实略小于台湾 但是俱乐部人很多 然后都是人满为患 这样很热闹 就是因为他德语 线上有一个超级IP 然后他的发展 其实非常有趣 我在去的时候 其实只有一家俱乐部 20年的时候 哇 这成长很快 然后很多是 在疫情下 对啊 因为我们都会以为 疫情下有时候会封城 然后很多不确定性 然后之前比较严重的时候 都听说有些comedy clubs 会被热令关门 对 我们以为是这样 再加上这几年 中国的言论审查 比较严格 所以实际上状况 就有所知 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北京跟上海之前是 就是他们在之前 就有相声文化嘛 就天津那边 然后上海一直都是 他们那边 文艺会演 比较多的地方 就这两个地方比较好 就一个效果 一个单力人 但是疫情之后 上海静默了好几个月 然后北京也受到重创 所以有大量的 北京跟上海演员 跑到其他城市 这其实是个契机 尤其今年在录 拓修大会舞的时候 就有很多演员 因为上海 他要去青岛录节目 但他没有开放卖 可以跑 他就跑到杭州来 所以上海 现在那边的 还是有些clubs 就真的被影响 他们在那几年之间 其实主要是没 就是钱不够了 就断根 然后关了 所以你就想象 你可能是一个杭州 你也没看过土耳秀 那你本来就花个 30块人民币 就差不多100多块 去看个开放卖 就发现有什么 这个小鹿 很多明星 那你肯定会想去 这个开放卖吗 其实这就是美国啊 美国也是嘛 对不对 美国人的open卖 就进去 What the fuck 这个这些 你不是遇到 什么阿丽旺吗 对我不是去open卖 但也是那种 一般的周末夜 Yeah就 Bill Burr 阿丽旺 然后Ethony Jocelyn What the fuck in one night 所以就那几个月 整个杭州的市场 就突然扩大 因为他肯定会复购嘛 然后再去看 再去看 就每天抽奖 这好棒哦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因为你不是脱口秀 大赛出来的演员 你也可以到处去讲 可以啊 你刚刚说的那演员 我先后都在 开放卖遇到过 然后第一次看到 然后到后来就习惯 觉得也还好这样 就是因为看多了嘛 一开始就还会拍照 或干嘛的 我懂 所以你一开始就是说 也是在那边报名 当地这些club的open卖 对 要怎么打入 是走进去报名 还是你要先看几次 跟你要知道要找谁 还是要认识 加入他们的社群 网络社群 他们都会微信拉群 但其实之前就是 你弄公众号 然后写个稿子 然后交过去 就好了 还要先写稿 open卖要先写稿 丢过去 丢过去 就500支800支 给你5分钟 因为他们俱乐部 其实他们这个是有点 本来就一家 突然间变成11家 那其实很多是短期 那种北漂来的演员 或是大赛的演员 所以其实他们 在这些人走了之后 其实是很缺演员 然后我就把我之前 演出的东西丢下 我就说我演出过 他就觉得 哦 这是有检验的 就会让你上 你就丢以前的一些 台湾的 这边的一些影片 给他就可以了 对 通常就可以 可是你丢影片 你是丢YouTube连接给他们吗 哦 就 不行 他们不看 我想说 他们怎么翻 还是你有自己上到B站 上到那个什么 百度网盘 或者他们都 就可以看 对 我想问的是 你刚刚说 做open卖 需要丢500到800支给他们 他们的这样的利益 是为了审查 就是make sure 你不会讲出一些 超格的话 还是说 要make sure你是好笑 才让你上 主要是要看你好笑 因为增多很多人的段子 就真的很烂 然后你就上去 他们没有 还做不到这一点吗 谁有空在那边 看每个人的稿子啊 有人就不错 就是他怕你上去乱讲嘛 所以他还是会 第一次大概看一下 所以你觉得 Eclipse那边的观点 还是 就是你至少要好笑 要效果 而不是真的会生产 至少不要让下面的人 听一听 想要走掉 对 然后他们甚至 就他们不太管 他们就是确定说 你是大概知道 怎么写笑话 有包袱 有callback 然后好 你可以上 这样 有没有遇过 就是他们过去说 你这个议题 有点敏感 最好不要讲 通常是讲完之后 因为我肯定 一开始不会丢那些 这样怎么可能会上 就是可能就丢一些 比较生活的段子 然后讲 然后但是他们讲完之后 他们还是会有一些feedback 会提到这些 那你有遇过什么 你自己 你知道那里的线在哪吗 因为毕竟是现场 反正不上网络 对啊 而且你就是在群里面丢 并不是说 丢了之前 你还有要阅读 什么详细说明书 然后说我同意 我不会讲这些议题 然后踩上 其实他们没有所谓的尺度 我觉得 就是只要不录 不上品 其实你讲什么 他们不太管 所以真的就 有可能 什么都可以 我在台上讲过这种 什么一些政治议题啊 或什么都有 但是其实 他们底下真正的线 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的观众 你可以理解是 刚开始看脱修的观众 有些还带着一点 那种相声的那种 去看 然后他们又 平常又闷开 所以他们对很多词 是高度敏感的 比如说讲一些 新山色是高度敏感的 像凯莉在那边 喊老二可能就不行 他们觉得 哇 太好笑了 但是我不能笑 就是他们会有一种 以前可能看那个 就是那种 油马的小黄片 然后他会很兴奋 因为他没有看过 这样子 对 我就在那里听说 讲直接的新山色 比较直球 他们会不自在 他们会有一点不舒服 然后 还有一点 他们特别 忌讳 你谈生死 你如果讲生死 他们会不喜欢 就是有人死 所以讲说 我去参加阿嬷的葬礼 然后 可是狗 宠物的生死呢 可以吗 但是你要很 我招了我的狗 这种 不行 比如说 你的狗 如果过世了 OK 但是如果你的狗 是被虐待 或者是 就是地狱梗 在他们那边 是有一点 有一点 因为他们可以同理 他们可以同理 没有活在那边 没有 Just kidding 比较苦难 他们会 会有一点这种 会有一点紧张 OK 可是有时候是文化的问题 就大家不习惯 而且他们很喜欢的是 在我们这边 没有一种梗 是他们喜欢会说 比如说两个人 像向神 会说 比如说 我是你爹 他们听完这个 就觉得很好笑 就是我占到了 关于 占便宜这样 对 就是我是你老 但这个在 台湾 我一直不觉得 大家会把这个 当成笑话 我觉得不会 不会 但那个有一点 像生的 装人像生的感觉 对不对 对 有点像 那个地位互换 对 如果说一个人 成功在另外一个 吃到这种 身份上的豆腐 观众会觉得很爽 好微妙 就大家真的笑点 文化上还是 有蛮大的差别 对 那那里会不会很流行 什么谐音梗 或顺口溜 就是比较偏 像生 传统元素一点的 有 押韵啊 就你看 有个叫王建国啊 就是谐音梗 讲到上电视 那但是大家还是会说 譬如说李丹就说 咸音梗扣钱嘛 所以会有两派 台湾大家对咸音梗的 我个人是不喜欢 咸音梗还是有机会中 可是要很巧妙 就是那种烂咸音梗 除非你本身 很有那个效果 不然大家就讲 嗯 这样 可是当下台下呢 我觉得咸音梗 台湾讲最强的 就是马克吐斯啊 他讲什么咸音梗都会中 可是他的稿 拿去给别人讲 就嗯 这不行 我自己这样觉得啦 那你台湾人 刚过去的时候 你怎么样把你的笑话改成 当地的人 我其实 所有在这边的段子 我没有办法在那边落地 用就是 也不是因为什么问题 就是讲了之后 没反应 像什么啊 你可以举例 哪一种观点 台湾很重 在那里不行 就是在台湾 你会讲一些 我想我讲过什么 其实我台湾的段子也蛮烂的 不会屁啦 没有就讲一些 那种生活上的观察 或者是 可能是用语不一样 因为譬如说地铁捷运 然后什么 那个很麻烦 什么开支票 可是他们就 因为他们就只用支付宝微信 就他们没有这个生命经验 就会觉得 什么是铜板的 对对对 听不懂 然后但是他们很喜欢听一些这种 他们那种抖音热梗啊 或者是那种什么 就是你要把用语全部换过之后 他才会笑 要在地化 对 但是用语换过之后 那个段子就有些就不见了 就包袱就不见了 当然 就重写 那你自己身为台湾演员 在那边还有没有一些优势 有啊 因为譬如说我只要不好笑 我就说你很急扯耶 大家就会笑 要保底的一个梗 真的 就是因为台湾用词 所以大家听了 就 对 要用什么口气 要装扯爱了 就你很急扯耶 他们说这个说话叫做夹子营 就是说话很夹 他们都有这种台偶的感觉 所以我在那边段子 我大量用什么台偶段子 就什么 我回不去了啊 什么不要再打了 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好笑 所以现在这个还能用 因为这十年前 有一点旧 就有听说 有一点旧 最近最流行的就是那个电费跟床垫的事情 就是大S 他们很在乎 就是如果就是不小心就弄到一个烧床垫 大家就灰海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又从一个台湾的演员角度讲出来 对对对 我刚才说台湾床垫真的很舒服 他们就好爽这样子 这蛮好笑的 那台湾人有特别有一些议题是可以讲 然后当地人不能讲 就比方说我刚说的这些东西 譬如说我讲台湾偶像局 别人就超不了的段子 因为就只能我说 或是我讲一些什么 可是你可以开蔡英文玩笑吗 还是连政治他们都说 尽量不要 就是不晓得笑点在哪里 因为太远了 可能要讲马英九 他们比较熟悉 甚至因为你就想9500后 他也不晓得这是谁 你还不如讲罗志祥或者是 罗志祥可能都 他们有缘为主罗志祥那是谁 就是他已经有点 周杰伦也很远这样 就是之前不是有吗 周杰伦跟蔡许坤吗 就是周杰伦为什么演唱票那么难买 就是也不活啊 然后底下就有一些周杰伦老粉跳出来 就是他们真的有 已经开始有 很年轻了 因为我之前有听你讲过说 在中国的现场比较不流行做crowd work 就是现场观众互动 对 就是他们主持人会要求说 底下观众尽量不要跟演员互动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戏就有两个层面的因素是 因为我做过一段时间的上演主持 然后第一就是他们演员的段子的包袱跟气口 都是设定好的 且他们很多的crowd work是预制裁 就是事先准备好 譬如说他说 底下有个观众笑了 或底下有什么 但是并没有一个观众真的笑 或者有观众 他说上次有个观众回什么 那个其实都是他自己写的 但是他不会变 那如果现场有观众讲的比 他的反应更好笑 他梗就脉络就破了 就是他那个预先录好的 那种观众现场reaction就会破掉 这是一个 再来就是我后来想通了 是因为很多观众 他是看相声过来的 所以譬如说他看到一半会说 好 好嘞 就是这样 就是你每讲一句话 下面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句子回给你 我也是主持 因为跟观众互动的太开心 他们就每句话都回我 那我觉得场子很热嘛 我就交给演员 然后后来演员演完 每个都跟我说 拜托你不要 下次不要这样热场 他们就讲得很新 因为底下人就很平嘴 反而会一直想要跟 会干扰他 好有趣哦 好嘞 好 那就是shut up 可以diss 因为台湾可以diss观众 在那边可以diss观众嘛 说你不要再吵了 对吵死了 可能是因为 我后来想 对因为可能观众他也不知道 就是要怎么去抓到你的笑点 或是反应 他就是很回答 就是你问我好不好 好 什么什么 还行 过得去 然后什么 他会一直回你 我们以为是因为 怕观众讲出一些 坦克人 也是会 然后底下演员就 台湾演员就不知道怎么办 对啊 或者是什么的 就他们会这样 好可惜哦 因为我很喜欢看crowdwork 因为美国现在越来越流行 就是会把整段crowdwork 变成段子放到网路上 对 就觉得好好玩 这甚至是他们氛围的一部分 譬如说 在那边的主持 其实很千篇欲虑 就上来就说 为什么来看演出啊 然后 你们是不是男女朋友啊 不是啊 要不要试啊 然后说你们两个男的看演出 是不是同性恋啊 或什么 就一定必讲这个东西 然后就一定用这个方式 来热场跟笑 所以有点像是 把这个保留给主持 不然的话 他就不会主持了 好可惜哦 因为这个这有点带即性嘛 对 他们应该要很厉害才对 他们竞争这么激烈 嗯 落差蛮大 就你可以理解说 在那边演员有很强的 也有很刚开始的 你因为市场扩张太快 你那一年 11个俱乐部跑出来 嗯 那说的 什么人都有 对对对 真的 嗯 嗯 芸�hab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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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